明姑娘 要帮忙吗 这两天清除附近的妖怪 我们要感谢你吗 阿曼卓乐大叔 您客气了 大叔 我们是明姑娘的朋友 来这帮她处一 想在村里借住两天 没问题 村的西北那儿 还有两个空棧房 你们尽管住 谢谢你大叔 还有一事想要请教 我们发现此地的妖兽 似乎有人指挥 不知道大叔是否知情 你想说 是我们村的人指挥妖兽害人 不可能 怎么回事 这位客人说 妖兽是咱们村里人放的 这不可能 客人你不要乱怨望人 不是不是 我们在路上救了一个被妖兽袭击的人 是他昏迷前说的 他正在扁大夫那里休息 等他醒来后 我们会向他问清楚的 这还差不多 不过你们乐器也真不错 连带人们的医术高明 大半年才来这里一次 你们要是晚几天来 可能就碰不上他了 是吗 大叔 那我们先去看看那个真房了 موسيقى 咱剑 咱剑 公共 啊 瘦玄姑娘 你也在这里啊 又是你这废物 是她 我还一直在想怎么找她 没想把她这里碰到 正好试探一下 她是不是真的和琪的过去有关 姑娘 是想找我家琪吗 谁爱找她 姑娘 你来这村子是想干什么 说不定我们能帮忙 要你管 岳兄 你是不是 你对她有意思 我 我 小点伤 说 说玄姑娘在那儿呢 还真是这样 那我这两天憋掉个什么呀 神经 小时风 她是谁 她的她 她是 那个 她 她来这村子是巧合 刚才像是在找琪的样子 想起来 上次在金翠周 她对琪好像就有些敌意 当时我也没在意 以为只是因为 我们帮了居士方的关系 现在看来 她好像是故意针对琪 可我和琪这三年来 应该没见过她 得罪了 就够不够了 一定要找机会问问她 别 别大夫 稍等 月姑娘 你可曾听说过 九泉热海 那是什么呀 热的海 不是 哦 月姑娘 你身上 可有什么 与众不同之处 特别厉害 算不算 应该不算吧 那就没有了吧 是吗 月姑娘 刚才我问你的话 可否不要告诉你 昭妍你对我们很好 我答应你 今朝不问 我就不说 这 月姑娘 此事对我非常重要 还请你对谁都不要说 不行 今朝的话我一定要听的 我 这 那我请你吃遍 银辉宝所有的美食如何 好 抱歉 刚才村民找我询问病况 没想到会花这么多时间 伤者没什么异常啊 啊 啊 没有 这是什么 挺有趣的 啊 草边榨吧 刚才我思索病情时顺手边的 洛家主 喜欢这个 因为 西域少见这类小玩意儿 我在想 舍妹是否会喜欢 金钊 你回来了 这么精神 看来是没事了 不愧是大夫的住所 好浓重地掉了 狗鼻子真凌 我自己是早就习惯了 既然你们觉得呛 那便点出香吧 对了 这位兄凯事 这位前亲兄 是明姑娘的朋友 林大夫 我们已经找到住所了 就不打扰你了 那他 远大夫 秦也能否让这位公子留在此处 我只是粗通医术 若他有什么状况 还得了烦您 对对 作为医者父母心 想必大夫 不会退死 好吧 麻烦您了 那我们先告辞了 热海 谈话落架 如果金叶真的出事 远大夫和那名伤患 会否有危险 小赵爷 此前你是否也认可了这隐蛇出动之机 自己决定的事 却在中途不安游 是否有些五云山 贤卿前辈 你说这句话时 感觉同我的一个家人很像 我或许确实是个伪善的人吧 薛九未尽如你这般天真之人啊 有趣的还挺可爱的 什么 是否也认可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等到你们了 上当了 快跑 快跑 出什么事了 有几个小贼想杀那个人灭口 急 你留下来 以防万一 他们来了 果然被赶到村来了 不必考虑无辜村民的安危 对我们大为有利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投降吧 民主 民主 请您杀了这群邪恶之人 拯救您虔诚的信徒 我明白了 把你他们抛弃了 信搞得让蒙诚来报信 自己早跑了 接着蒙诚说 去追逃跑的人生 没再回来 现在那人 又让我们 天罚 天罚 灭圣宗的人 必当受天罚 陷了那么多人生 我们早已没有退路了 灵主 请您收下我们的灵魂 灵主 权益身亡 现在已经打草惊蛇 要是村里还有 几魂邪教的余党 就不好办了 你说 我们村里 真的有驱使 要受害人的人 不可能 土勒科派 我的孩子 这不是土勒科派 和他的朋友吗 边大夫似乎 有话对我们说 怎么了 你们不是把坏人 干掉了吗 我 我只想抓住他们 却把东西逼死了 我害死人了 季公子 方才若是被他们逃脱 日后还不知 会有多少 无辜之人受害 我们方才所为 其实是救了更多的人 我知道了 我 我缓一缓 石方你好奇怪 他们死了就死了 你难过 他们也不会活过来啊 再说他们还是 急 岳姑娘 即便邪教徒 罪该万死 我们也不该就此 失了对生命的 敬畏之心 对 对 对了 边大夫 你叫我们干什么 你们救的那个人 醒了 他叫朗默 说自己是被 启魂圣宗所诱补 一同被抓的 还有数十人 快去看看 站住 你们害死我们的族人 想去哪里 是你们的亲人朋友吗 对不起 对不起 居公子 我们不曾做错 不要道歉 围住他们 别让他们跑了 你们回村再叫人来 明姑娘 那几人勾结妖物 死有余辜 他们还来问罪 以为我不敢出手吗 先进前辈 什么 金钊 我们也要打猫 大叔 您听我说 我们来这儿 其实是因为得知 这里可能有 起婚邪教的据点 来的路上 我们怀疑着附近 杀人的妖兽 可能是受人指使 现在看来 确实就是这几个人干的 你是说 他们该死 不 我们本来只是想 把他们引住来抓住 但没想到 他们发现跑不掉后 竟然自尽了 岳兄不必再说 此事由我主导 没能阻止 他们自尽 是我的过失 诸位的悲伤愤怒 我愿一人承担 只是我们刚刚得知 还有数人被邪教 所捕生死不明 请诸位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们先去救人 你们 就是救我的大侠吧 救你们了 快去救人啊 你怎么自己出来了 不要紧吧 我没事 你再不来说明情况 大侠们可要自身难保了 我是从芒婉寨 来迎回宝做生意的 在那遇见 启魂圣宗的人 他们见我是独自一人 就把我迷婚抓了起来 跟我一样被抓的 还有好几个人 他们一直为我们迷药 只有吃饭喝水的时候 帮我们弄醒一会儿 后来 他们把我们带了出来 也不知要送去哪里 我以前学过点巫术 懂点解读之法 这才保住清醒 趁夜逃了出来 跑了大半夜 忽然来了一群妖兽追我 我拼命想甩掉他们 后来晕了过去 等醒来时 就在这村子里了 我现在没事了 可是其他人 还不知道怎么样 大侠 快去救他们吧 人命关天了大叔 老莫 你来看看 这几人中 可有你认识的 这几个人我认得 他们是押韵的人 我死都忘不了 说起来 他们好像经常去迎回宝 每次都是在半夜时回来 有次我看见 他们往屋里搬麻袋 那大小 倒像是人 我带你们去查 图勒科拜的房子 我们乌孙部的人 有血必还 可是也不会让刀 沾上无辜人的血 多谢 如果发现是我们 误杀了无辜之人 我洛昭言 必以死谢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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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就是我看见的那个密室 他们还活着吗 快去叫扁大夫 这个气味 他们一连多日被喂食集中的迷药 身体十分虚弱 不过并无其他问题 太好了 仙女 仙女救我 珠珠 没事了 我们得救了 各位英雄 你们的救命之恩 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我也不算什么英雄了 原来当英雄是这种感觉 幸好你们都平安无事 我们被带来那天 这里远本挂着的两人 就被带了出去 说是献给民主 爱 那几个邪教徒的形貌 几位可还记得 我死都忘不了 有一个巫孙部的人 稳妥起见 稍后还请几位 去辨认一下歹人的尸身 看是否有漏网之影 另外 不知几位身体情况如何 如果支撑得住 明天我就送你们回家 回家 撑得住 我们一定撑得住 对了 大叔 能否请您找间房子 再找些食物 让他们先好好休息一份 一切花费 都由我洛家承担 这是我们该做的 前两年 吐洛科拜就信了几位圣宗 可是从没在村里闹过事 只不过 这人变得有些奇怪 没想到 他会做出这种事 洛家主 我们巫孙部欠你们的 有什么我们能做的 你尽管说 那几个小子 该偿命 谁敢报仇 我先打断他的手 巫孙部慷慨豪情 洛昭言佩服 跟我来吧 明姑娘 军兄 我们再仔细搜查一下 这个密室吧 我 银辉宝那儿的邪教分舵 拂金堂里 有不少机关 我想 这里可能也有 捡机关我还是行的 那我先和扁大夫 去安置好他们 稍后回来 小秀儿 这是什么 迷魂草 提炼安魂药气之用 我们在拂金堂 也发现过这种草原 看来邪教的迷药 就是用这种草做的 虽然很淡 可扁轮环的身上 也带有这种草药的气味 你是说 迷魂草 气味极淡 若非沾染新鲜枝叶 很难带上它的气味 况且 也从未听说 西域长有这种药草 记 昨晚扁洛昏 有没有什么 不对劲的剧动 没有 可他不是帮我们 救了朗莫他们吗 邪教的人死前 说了句很有意思的话 那人又让我们 原来是这样 我们攻进福金堂时 发现邪教的人 早就准备离开银辉宝了 这里的邪教 说不定也正在准备离开 可我们却在他们撤离前 找上了这里 连洛环只好弃足宝军 却有此可能 会不会是巧合 冤枉人总归不好 那我们就装作 什么都不知道 再观察他一阵 也免得 他被逼急了狗急跳枪 小赵炎心里的事 都写在脸上 可别被人识破了呀 我也担心自己藏不住 巨兄你放心 没人会注意你的 还不如担心我露馅呢 好了 我们先搜查一下 这密室吧 所以看到的 就是这个箱子 你们来看 这个箱子看起来挺特别 是不是里面 装了什么药紧的东西 我来我来 这机关做得不错啊 锁我打开了 可这箱体内 还有几处机关 好像还连接到了 四周墙壁上 如果不先把他们解除 就打开箱子的话 会怎样 可能会射出暗器 也可能引发爆炸 你们多好 岳公子 这太莽撞了 对对 等我研究一两天 就能打开了 你们看我 像不要命的人吗 大家小心些 我数三二一就开了 小心 停 开 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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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剑上毒性太过猛烈 我无力解除 不过这毒 秦昭 我保护你了 叶齐 齐 你给我睁开眼睛 你要是敢死 我就注意到阴曹地府 听见没有 你一定有办法 快给齐解毒 颜黛龙 请血毒 齐 齐 齐 情况暂时稳住了 快把他带回我的住处 怎么回事 绿玄姑娘 岳姑娘中了邪教的毒了 啊 啊 哼 还要是有什么事 我就杀了你 相信 我也绝不愿意太有事 我们走吧 让月姑娘好好休养 好 那 岳兄 我们先出去了 岳公子 她真是你妹妹吗 你的反应 不像是一般兄长 和你什么事 确实与我无关 只是 不知岳姑娘心中 是如何看待你们之间的关系 我从来没说过 岂是我妹妹 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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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姑娘 行亲前辈呢 骆家主 师叔她一向心无挂碍 随心所欲 你不必为她挂心 小秀儿 你幼时哭得像个花猫的样子 我依旧牢记在心 怎能说我万事不若心 方才那个箱子 我拿了过来 你们要看吗 只顾着担心岳姑娘 险险忘了此事 我们去借助的地方细看吧 边大夫 你不如也随我们来看看 大法时间如何 好啊 咱们 郑